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個彩妝的造型跟髮型的部分 所以呢我們就來看看這個過程是怎麼變換的吧 謝謝囉 好喔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修眉毛 很重要 男生的眉毛啊其實 就只要把雜毛修乾淨就好 不用修到跟女生一樣這麼的細 不然會有一點粉味 很緊張嗎 幫你修成像女生一樣 閉眼睛 閉眼睛 人生眉毛基本上就會 還是要像保養喔 化妝水乳液簡單的也要 接下來我要用深色粉 深色喔 不然他等下化完的話會很像 女生 也不是應該會很像帶面具 所以應該用深色 試色的話可以試在就是臉頰這邊 但是因為一般我們平常 媽媽們自己用的一定都是適合自己的 而且你看我們試色差很多 所以一定要就是試一個男生可以用顏色 不然等一下會很可怕 有點歐爸的稿件耶 不要這樣 不要有連膩感就好 我覺得男生很重要就是可以畫個眉毛 幹嘛那什麼可以 那什麼可以 就是配合我就對了 好 然後因為男生的眉毛 其實我會建議就不用 除非頭髮染很淺 但是因為他頭髮是深色 所以我們就用深咖啡就好 因為如果你的頭髮是有染門淺 有到漂的話我覺得再用淺色 不然的話會超怪的 因為不像女生 女生的話的眉毛當然柔和一點 淺一點好看 但是男生的話就是我們可以陽剛一點 所以我選用就是像這樣子 咖啡色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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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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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這邊有一個洞 就可以補一下這邊 就是你看到眉毛比較有空洞的地方 比較前的地方可以補一下 我要給你一個人的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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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快點快點快點 感覺還可以還可以 我覺得你的我幫你畫一點鼻翼 我覺得不夠了,因為這邊有一點寬 這邊我想讓它再往前一點點 如果用筆的話會比較太生硬 所以可以用美粉 你自己偷學 你會不會明天開始去打 你要不要趕著,你掉下來 我下去把它 請問今天是想要什麼的服務 到最少請 好,快點是到500 好耶 給我啦,給我 你馬上給他看霧霧喔 好不好 我們要大把書 基本上 其實男生的頭髮 這叫把髮根吹通 然後等一下在抓的時候 就不會,就是過兩小時之後就卡掉了 你了解喔 我就等一下吹 我們會把這個頂部吹通 然後後腦袋吹在這邊 後腦袋這邊也會稍微吹通 然後因為我想要畫的方向是這樣子 所以我待會吹的方向也會是照在這邊 這樣子 如果要做這個東西 旁邊盡量就是要剪短一點 不然會覺得太長了 它這樣子還可以 好,我們在抓頭髮之前 你一定要先想好 你要抓什麼樣的型 不然呢,你等一下抓一抓 就會抓成四不像 好嗎 可以準備這種比較乾的髮辣 就這樣子 比較乾的髮辣 這種比較不會因為太重 然後就往下沉 好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小毛毛毛往上 你要叫她好嗎 它有層次感 邊層次感 這樣子層次感 對啦 請問客人這樣可以嗎 不要換個層次感 這是誰 有小寶貝嗎 你不要換個層次感 你不要換個層次感 然後就把有些層次感 往上 往上 這樣子 好,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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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礙事的 打屁屁 好啦 那我們就完成了 真的是很簡單了 好嘍 那如果就是剛剛有學到東西的話 希望男生可以幫家裡的爸爸 或孩子的媽 做個改造 讓他回歸那個就是 青春的感覺 可以嗎 老公帥嗎 可以 好啦 那我們就下次講 啊對了 如果真的是 就是有點難的話 歡迎可以預約 吃好吃 幫你們家爸爸做造型 然後做一幫你們去吃個飯 噓噓噓 好啦那我們就這樣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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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